敞篷車撞到前輪都掉了 車身毀損安全氣囊爆開 和他撞上的是這輛消防隊的宣傳車 紅色小貨車左前輪也撞掉了 車頭嚴重毀損零件四散 還有這輛白色轎車被撞進了山溝 傷痕累累 車上兩人受傷 車禍發生在下午一點多 南投路股內湖國小附近 通往西投的路上 消防隊的車正要上山 到米提飯店做防火宣導 遇到下山的敞篷車逆向撞過來 我帶車逆向直接變到 哪一台車 冰室 那個人有受傷嗎 那個人沒受傷 兩車碰撞之後 敞篷車又把一輛下山的轎車 撞進了山壁旁的水溝 他就從後面敲過來撞下去 所以你是在山頂下來 你山頂下來 我串頭下來 你串頭下來 他在台北冷還是 在你後面 他逆向轎車 對啦 逆向轎車 下滑就 被撞的轎車有駕駛跟乘客兩人受傷送醫 消防隊宣傳車有警銷和志工兩人 也因為頭暈送醫 造勢的敞篷車車上一人 駕駛擦錯傷 但是沒有就醫 你是超車超沒過的嗎 超過年 超過年 太累了 超過年 造勢駕駛是五十歲的周姓男子 是路股鄉在地人 他說剛從山林溪下山 疑似疲勞駕駛開到睡著釀闊 敞篷車和白色轎車 維修費用估計都要百萬 車禍造成了三車毀損 五人輕傷 TBS新聞賴崇榮陳家貴吳淑平 南投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